新版工具Zilla Tool正式上线了 焕然一新的UI 更加简单的交互 这里有手机外观的详细展示 专业客观的试测数据 精美详实的拆机报告 当然还少不了Zilla Lab资深工程师的科普专题 关于手机的一切 我们竭力为你呈现 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iPhone在一次如期而至 虽然名称上跳到了7 但是苹果这次却打破了两年一大变的惯例 iPhone7依然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iPhone 无论从形状尺寸还是重量手感 iPhone7都与6s甚至更早的6基本一致 当然为了带来更多的新鲜感 苹果还是在小细节上下足了功夫 天线带少了一条 视觉上简约了不少 耳机口也终于被手气 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对称的主部开口设计 但要说外观上最大的改变 还是以深空灰身份折服了三年的黑色 终于在iPhone5之后重新回归 还计划出了与众不同的亮黑色 经过精细的着色和抛光工艺之后 机身的高亮效果与正面玻璃面板前后呼应 达到了视觉的立体 再加上天线条带在亮黑色版本上很低的存在感 整机的一体性大幅提升 不过亮黑色好看是好看 但除了极易沾染指纹之外 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耐膜 我们手上这台亮黑色iPhone7 没用几天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划痕 尤其是边缘部分和天线 就连苹果官方也发布了免责声明 建议带壳使用 相比之下 磨砂黑版本在耐用度上就要好很多 虽然牺牲了一点整体感 但也算深邃内敛 至少比深空灰好看多了 不过至于选择磨砂黑还是亮光黑 就看你愿意为美做出多大的牺牲了 iPhone标志性的Home键此次又有升级 不能按下去了 虽然借助Taptic Engine和压感触控 能够模拟按下去的触感 但是一上手还是有点懵 不知道按多大力气才合适 不过在挑选了合适的振动力度 再加上一点时间去适应之后 习惯也能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API接口的开放 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颗小小的Home键 带来更多的交互可能 iPhone 7的屏幕还是4.7寸和5.5寸大小搭配 分辨率也保持不变 但是亮度从500尼特增加到了625尼特 色彩方面也终于突破了固守多年的sRGB 加入了广色域豪华午餐 但从实际体验来看 亮度和色彩上的提升并不明显 外观上相对保守的进步 让相机成了iPhone 7几年最大的亮点 除了光学防抖下放到小尺寸iPhone 更大的光圈 镜组升级 iPhone 7 Plus也终于赶了次时髦 加入了双摄像头 而且还有苹果自家研发的ISP 画质值得期待 一眼看上去 与S7相比 iPhone 7的照片还是继续了苹果一贯的清淡风格 发色更真实一些 整体表现与S7很接近 而到了夜间 iPhone 7的画面亮度与S7不相上下 而且在保证解析力 色彩和宽容度的情况下 依然有着良好的纯净度 而S7噪点则依然偏多 另外在样张对比环节 并未发现iPhone 7和iPhone 7 Plus 有着明显的画质和体验上的差距 再来说说双摄 iPhone 7 Plus配备了两颗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一颗28毫米广角 一颗56毫米长焦 由于都是定焦镜头 无法实现连续的光学变焦 因此我们推测 苹果所谓的光学变焦 只是在一倍和二倍的时候 原封不动地分别使用了两颗镜头的画面 而在一倍到两倍 两倍到十倍的范围内 则是对画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放大裁切 也就是所谓的数码变焦 只不过整个过程非常顺滑自然 可以以假乱真 另外我们在体验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iPhone 7 Plus的双摄像头 似乎只有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才会其中 而在光线较弱的时候 十倍变焦都只是针对广角镜头的数码变焦 长焦镜头则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我们猜测 这可能与长焦镜头不支持防抖有关 因为长焦镜头本身保证画面不乎的安全快门时间更短 又没有光学防抖 所以在暗光条件下 较少的进光量可能很难保证画质 甚至还不如对广角镜头画面进行放大裁切的效果好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 在后续的测评中 我们会带来更加全面的测试和分析 经过三个月的更新年代 iOS10也和iPhone7一起正式亮相 继续在很高的完成度上想不前进 其中有软件的单纯升级 比如自动亮屏 应用插件的接入 也有软硬件深度整合的新形态 比如3D Touch的不断外延 以及滑动解锁的消失 使用几天下来 体验上的小修小鼓 一方面让人觉得iOS的的确确更好用了 另一方面也有些让人失望 又一年的iOS更新 好像也就如此而已 当然 配合A10 Fusion四核处理器 iOS10的流畅高效还是一如从前 续航方面虽有提升 但是仍然摆脱一天一冲 5V1M的充电规格 意料之中但让人失望 只能期待苹果明年放大招 另外提一句 iPhone7这次终于支持了 IP67级别的防水防尘 只要不是刻意折腾 应对平时的防水需求 绰绰有余 考虑到手机内部体积的需求 以及Lightning接口本身的多物能性 iPhone7取消了3.5mm耳机接口 换来的是音效更好的立体声扬声器 虽然音质提升比较有限 但是看电影和听音乐时候肯定是更在感的 而配合iPhone7的无线化趋势 苹果还一同发布了AirPods蓝牙耳机 抛开音质不谈 AirPods的体验可以说是蓝牙耳机的中继形态了 又要说回那句话 真正的科技是让你感受不到科技的存在 从打开充电盒盖到戴上耳机 AirPods就已经完成了配对 而耳机本身也有用于监测佩戴状态的红外线传感器 和检测触摸的加速度计 能够实现自动暂停以及双击呼出Siri 虽然AirPods还没有聪明到能够经得住调戏的程度 不过就正常使用来说 这两个功能的可用度还是很高的 不过有些尴尬的是 1288元的售价放在面前 AirPods估计很难成为AirPods这样的亲民爆款配件 总结一波 亮黑色耐看不耐用 Home键需要一定时间适应 配合iOS10 整体体验小时提升 相机虽有双摄但效果不够惊艳 AirPods倒是出乎意料的好用 那究竟是换还是不换呢 如果你手持iPhone6以前的机型 或者打算购入第一部iPhone iPhone7是最好的选择 而如果你手持6S的话 除非你对黑色iPhone和双摄有刚需 那么推荐程度并不高 好了 关于iPhone7和iPhone7 Plus的上手体验就到这里 后续不仅有详细测评 我们还会在18号直播iPhone7的现场深度解读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想获取更多与科技生活相关的资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 Zither中国或者登陆Zither.com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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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